12月9日晚 华语中国与好莱坞土商电影制作公司的合拍项目 XDOT在比弗利山庄西尔顿酒店举办盛大的开机仪式和电影观影活动 美国当地多家华语、英语、西班牙语媒体前往采访报道 了解马晓秋博士和DOT的故事 XDOT记录了中国著名女企业家马晓秋白手起家梦想成真的奋斗故事 马晓秋是深圳天成明道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投资基金公司董事会主席 复会国际董事会主席 复会国际教育校长 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复会长 美国加州密拉玛大学战略创新与领导力荣誉博士 美国家庭电影奖终身主席 马晓秋风行全球的畅销书《秋言物语》汇集了81篇短文 记录了马晓秋在过去20年间将公司从最初的100美元 变成了数十亿美元金融控股公司的历程经历 她的故事不仅是当代中国女CEO的故事 更体现了成功的中国女企业家的集体承受能力 马晓秋博士多次提到她的成功和道德经的智慧力量密不可分 2018年她在联合国总部以追赶心中的太阳为题 生动讲述了如何通过吸取道家智慧改变命运的坎坷经历 她说道德经讲的就是真理 而真理就是我心中追赶的太阳 我愿意倾尽毕生之力推动这样的真理 推动中华思想在全人类世界落地生根 源起于此 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海宁 以马晓秋的人生故事为蓝本 改编成了一部体现中国新女性崛起的传记片 在开机日式上 X道德演员们通过直播视频向马总和投资人问号 现场播放的马晓秋博士的音乐表演给各位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获得英国音乐公司签约歌手21岁的在校大学生 瑞贝卡向马总致敬 献上她读秋颜物语后写的一首歌 活动的高潮是华语中国首次颁发 马晓秋永不言败奖项给五位获奖者 这五位获奖人分别凭借其勇气 创新坚持天赋导师的关键词摘取殊荣 马晓秋博士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奖项 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创业奋斗永不言败 获得永不言败的特别奖项的中国歌手樊宁 致力于将各种风格的音乐与传统戏曲进行融合 站在中西方艺术交汇店 樊宁能够博彩中西方之场 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乐音乐 开机仪式和电影观影活动 全程由马晓秋生命水集团赞助 那么怎样让我们的细胞变得非常强大呢 它是水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一款水 喝水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 能够让我们达到防治这个疫情吗 是的 我们今天不光是来参加这节目 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我们的MS2 Life Water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的好处在于 它用纳米技术来直接渗入到你的细胞里 来为您把营养直接渗透到您的细胞里 这样您的吸收会达到40%以上的更有效的吸收率 这样的话任何产品您所吸收的吸收率 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华夏电台记者比弗利山庄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